他就是大名鼎鼎被称为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 话说这个黄鹤楼呢 最早会名扬天下 甚至声名远播 就是从这唐朝开始 那为什么会声名远播 就是有一群这文人默克来到这边 一世作对 写了很多很经典的名句 让这边声名大造 这个游客如之 那其实呢 现在看一看 我也是蛮激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眼前看到的 就是当初李白他们所看到的黄鹤楼 那这展厅里面呢 除了唐朝之外呢 但还有宋元明清 以及现代黄鹤楼 可以很清楚地去看到 这个黄鹤楼他们当时的样貌 那甚至啊是整个规模 那仔细看一看呢 确实历代黄鹤楼长得 还真的是不一样